Hello 各位朋友 欢迎来到职场Marketplace 今天就过来养生 就过来体验一下DFS电疗 以及一个共振太空疮 好像这些治疗方式 以及养生的方式 都可以令到自己血气 穴位 以及都得到书本 早派是因为打篮球 弄傷了左手 再加上真的是 睡觉不足 你看 那个黑眼袋很厉害 看看那个血气 能不能畅通 令到自己可以再英俊一点 再年轻一点 稍后再带大家 看看整个过程是怎样发生的 先针到毛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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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的热力能处存在里面 效果会更加好 嗯 好 首先帮你教石墨烯 在这里 石墨烯 我们通常都会教到 以你的体型 通常大概10度左右 石墨烯是什么呢 是可以帮助你身体的氧气提升 将病气赶走 而中间这个温度 我们通常身拍人 就是45度左右 就可以帮助你的身体 慢慢计量体温 这边就有生物羊肠技术 可以帮助你细胞修复 也有一些生物共振技术 可以帮你把身体的生残代謝加速 稍后大约15分钟之后 我进来看看你 对于你的温度适不适应 可以自策安全 嗯 你慢慢享受 嗯 好 先生你好 请问一下 对于这个15分钟之后的温度的感觉 会不会觉得太热 哦 适中的人不会 适中的好 那你慢慢继续享受 我大概15分钟之后 再进来看看你的 放心 是 先生你好 那15分钟的疗情就完结了 请问你身体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是吗 有的 左手 但是现在开始舒缩了 舒缩了 非常之好 那你慢慢地 我只会帮你起这个疗瘡 嗯 那你先先拿一条毛巾 然后我只会帮你开疗瘡 你慢慢起床 好 好 好 先生现在帮你做生物典了 那 那因为呢 要去到 大锥去到读墨 所以腹部拉了一点 是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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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根莫层和骨莫层里面 将粘黏了 结结了的地方 扯回松 那我就慢慢由一度电 可以慢慢加上去 你刚才说了 就是说个细胞 其实是被根莫包住 但根莫已经结结了 不移动了 停住在这里了 那现在告诉你 树干 就是你的身体听 有电 要重新流过你的身体 你的细胞和肝膜 都会重新适应 所以就会在这里 做一个开背的动作 令到你呢 细胞慢慢适应 这种电的感觉 现在这个位置 你自己都感觉到有点震 对不对 还有你的左边身 那个肩 那个肩骨位 有点跳动 我们的加快 对 天中如这些鱼位 它有四个鱼位 我电动接受到什么 对 对 放上鱼也能够 就收拾了 我剛才做了DFS和太空瘡量治療 做完後實在很累 不過就把筋膜上的黏連 一些血氣不通的地方都可以處理 沒辦法剛才我都跟治療師 和一些治療的朋友說 我打球,左邊肩膀弄傷了 也有點痛 之前直接舉手也有問題 所以要想方法處理好這些方式 各位朋友要努力一點 除了做事之外、博殺之外 也要享受一下人生 還有機會要做一些適當的治療 養生,希望確保自己健康 之前我們也有嘉賓 可能面對不同程度的問題 包括情緒方面、生理方面 就算患病也好,我們都要積極面對 希望可以帶給大家一些不同的治療體驗 大家可以 除了喝喝吃吃之外 可以先學一下這些東西 要養生,始終老了 但入四十多歲 真的要保養一下自己 不要只顧著玩 而且要充足的休息 如果有病真的要求醫 那就不要掛念 那就死定了 下次再見,拜拜